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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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是叫你扮花彈做大戲 你再不出來, 我進來 不要…我出來了 出來看看 走吧 不錯, 圈子轉得漂亮, 人夠橙鏡 走走 師父, 以前不是這麼好 不如不算數吧 淑沙 快點 早就說好了 你閉門一腳反口 師父, 我覺得這些療療也是不通的 不如你想另一個辦法吧 怎麼會不通呢?是男人都好色 師父, 我求求你別讓我欺手聖相 快點 快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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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閉門一腳 你怎麼穿成這樣? 馬韻真想逼娘為槍? 童老闆 你不要再埋怨我沒有好事介紹給你了 小嬌是我們新來的琵琶仔 今晚就讓她服侍你 不錯…最難得的是沒有風塵味 快點了 坐下… 那你們慢慢聊聊, 我先陪著 記得好好服侍童老闆 童老闆, 你好 你叫小嬌嗎? 嬌小玲瓏 真是沒有改錯名字 童老闆, 不如我們先喝杯酒吧 下巴兜兜, 真漂亮 童老闆, 你別這麼囂張 人家會怕草 是傻子, 摸一下也不會吃虧 不如我們慢慢聊, 慢慢喝 先了解一下吧 好 來… 你妹妹多加兩千玉筋 吃粥吃飯全靠你了 想當年還有皇帝的時候 我是老皇爺身邊的大紅人 誰想要見老皇爺 也要先見過我的關才行 好威風 對了, 你還記得嗎 你之前那個老皇爺府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大事? 那老皇爺忽然死了 他怎麼死的? 不是… 李士輝, 你在這裡幹什麼? 小嬌小玲,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這句話我問你就是真的 走 大飛… 大飛 大飛 李士輝, 你知道女人最珍貴 就是精湯和聯絕 你怎麼可以偷光使用流行政黨 走來這裡陪走, 真是假? 你搞錯了 別亂來, 放下李士輝 你這個壞人 你卑鄙無恥下落賤格, 見錢開眼 你有沒有搞錯 你被那個徒弟弟出賣戚上 他只有十多歲, 他以後怎麼見人 你不知頭不知路就不要罵人 我什麼計劃都被你破壞了 什麼計劃, 阿利 你小妹, 托一包 放手, 阿利 讓我進去 放不放? 進去 放… 不放 走, 走 好, 走 敦春大義, 你先聽我說清楚 你聽我說就真的 做人最忌諱就是行叉答錯 不要再認那個混蛋當師父 他簡直是死性不改 變本加厲, 喪盡天 雙春大義, 你先聽我說 你誤會師父了 師父他不是逼我出賣色相 他想我幫忙追查他爹 你當年答應我你的真相 無緣無故整個頭也有 說起就扯火了, 永遠我揹的 最壞鐵嘴街這樣撞進來 這個藥是在酒之前留下來的 聽說查了不會有痕, 你查吧 謝謝甲勝偉 誰知道你在裡面有沒有錄了什麼 你為什麼不早就跟別人說清楚 說清楚, 我剛才就不會揹 你知道什麼? 連帥妹什麼都告訴我 那又怎麼樣?總之什麼都與你無關 好, 你喜歡什麼就是什麼 沒眼看你, 自己… 你真壞 禎哥, 你跟雙春說的事 我也不明白, 你們搞什麼 我也不知道她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總之…總之不知道什麼 我去洗澡 不知道是什麼 隨便坐吧 那不是你嗎? 是你 你這個臭色男人 如果你不是和永禎爹那件冤案有關 我把眼睛閉上你的眼睛 上次弄得你這麼掃興, 真不好意思 沒事, 沒傷哥… 你怎麼在這裡打鼓? 是呀 上次多多得罪了 來…這次我請你吃一頓 還是向你陪個聚來, 隨便坐 蘇, 開茶 好, 那我就不客氣了 又會像得這麼教官也有 什麼像得這麼教官呢? 說起來真是一匹步那麼長 這頓真的謝謝你 我沒空再來說 沒客氣, 沒空再來說 那我先走了 好…慢慢的 再見… 再見… 別客氣, 有空再來 你現在跟人家很熟嗎? 因為人家吃了你都不知道 你回來就對了 有事跟你聊, 跟我來 雙春大姨, 你這麼說 就是說你的樣子 跟當年老王爺虎哥帶飛 生得一模一樣樣了 是不是真的生得一模一樣呢? 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他覺得 我好像他當年的夢中情人是真的 為什麼那些太監這麼喜歡有五年人? 他對那個大飛還要練什麼忙 要不然怎麼看見雙春大姨 就大叫大飛這個名字? 他說覺得我的樣子很像大飛 所以覺得我跟他特別投遠 那又怎樣? 我想過了 我可以利用他這個死穴 埋在他身邊 說不定可以哄他說出 當年你爹那件冤枉的內情也不一定 怎麼樣?行不行?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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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為你準備好了 石膏粉、老鼠夾和蛋公刀 如果我和大貴想嫌棄你的話 就用石膏粉撒它 用老鼠夾夾他的手指 還有用蛋公刀刺他的屁股 當然如果他有什麼事的話 你嘴巴大聲喊 我就會馬上救你出府口 師傅…開門了,師傅 師傅 什麼事? 混蛋了… 剛剛我聽到外面的蔣偉說 和大貴剛剛退房間 現在正在發聲閘,把發聲到廣州 怎麼樣?看見他嗎? 沒有,你呢? 我看見他就不用問你了 有什麼理由找了這麼多車卡 都不見他呢? 他會不會不是乘這班房車去廣州 不會的,我看時間表 今天只有這班車去廣州 兩位是不是乘錯車? 你們這輛車是去重慶,不是去廣州 開車了,怎麼樣? 怎麼樣? 靜點,請問你 車要走多久到下一個站? 大約兩個小時是在騰騰鎮 這麼久?去到也不知道有沒有車回 有,不過要明天早上 不行 靜點 坦白跟你說,我收到可靠消息 有恐怖組織在這輛火車上 放置了一個炸彈 麻煩立刻叫你車長停車 走… 冷靜點,我把車走 你這輛真是糞便 荒山野嶺被人趕下火車 不知道走多久才走回家 總比在騰騰鎮過夜 你怎麼回事?你怎麼回事?沒事吧? 咬著腳 這些高跟鎮真是穿死人 這樣吧,我先跟你去那邊休息一下 連累了你,對不起 是我越幫越忙就對了 如果要說對不起,是我才對 為甚麼? 之前我以為你想拍個好碼頭 所以拍馬屁,時時幫任聖天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他是你的親弟 這個利時妹,連這些都告訴你 放心吧,我這麼厚密 不過呢,為甚麼你不直接跟你相應呢 畢竟他現在也是任家的大少爺 我不想他受這麼大的打擊 就算要跟他相應 我也要弄清楚爹這件事 我不想他就像我一樣 以為有一個犯了事 被人殺頭的爹 田雞嘛,又不是丫頭 他抓我的腳 我的腳可以走了,不如我們走吧 天黑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回去 等一會 哥仔… 不好意思 我們夫妻倆出來交遊 誰知道我女人貪靈穿高跟鞋 弄得整隻腳都起水泡 但我們住得沒雷工那麼遠 不知道哥仔,你可不可以方便一下 賣單車比我還要呢? 我是你就抱緊一點 不是踏死沒命賠 我說你水皮 我跟廣州這邊的人談過了 看貨就已經準備好了 你什麼時候有貨出局 順便帶我的貨上船 慢著,我什麼時候答應過幫你運貨 你以為你還可以拒絕嗎? 你儘管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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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你坐上一條船,我怎會碰黑路你走 你以後不要再打電話來 我不想讓人知道我們的事 我知道你很心急,但你也要給我一點時間 我弄好了身邊的事,就自然會找你 不讓人知道,難道又是那個女人? 進來 你怎麼會上來? 我這裡買東西想跟你一起回去 我今天有很多事還沒做 待會還要見客人 你今晚自己回去,我不陪你了 那你也別做這麼晚了 我回去燉酒湯,你回去喝吧 行了… 四師妹 二師兄? 妨礙你做事嗎? 不妨礙你,你有事找我嗎? 沒有,我剛在樓下經過 打算上來找你聊聊天而已 你不介意吧? 不好意思,我還有些數字還沒算好 不要緊,我等你 謝謝 小師妹,你糟糕了 我聽說街道的麵當 那些過橋米粉挺好吃的 有沒有興趣嘗嘗 是嗎? 我真是大頭蝦 我忘了雙春,她今天要回外家 我要趕回去煮飯給婆婆吃 不要緊,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我還有個後門要鎖 好 小心點,你晚上有沒有弄傷了 對不起,二師兄 你無緣無故說什麼對不起? 你無緣無故說什麼 你無緣無故說什麼 我… 我知道你一直對我很好 不過…我想跟你說 你又不是聽了什麼閒言閒語 這樣就沒有,我不想你誤會 不想破壞我們之間 這麼珍貴的師兄妹感情 我知道你對我好 但是我對你好像哥哥一樣 我不敢跟你說 我怕你聽到之後 你會不開心 原來如此 難怪你一直都在避開我 既然如此,我也不怕跟你說 你知道什麼都情有獨鍾嗎 無論是二十年前也好 還是今天也好 我對你的心意 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不過…可能你不知道 我為你做了很多事情 有的是對的 當然有的是做錯了 但是我絕對不會後悔 二師兄 你放心,我之所以跟你這麼說 並不是要求你要做什麼 我只是希望你答應我 如果我不開心的時候 你讓我來找你,聊聊天 說說心事,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嗎? 你記得嗎? 我們四師兄妹跟爹學煮東西嗎? 來 我有不開心的時候 那些事是你第一個來哄我笑 我知道你最疼我,最關心我 二十年前是這樣 今時今日,你也一樣對我這麼好 二師兄,別說你有不開心的事 就算你有心事 你隨時都可以來找我跟我聊天 你別嫌我悶就行了 小師妹,我聽到你這番話 我知道應該會怎麼做 放心,我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破壞你心裡這個好二師兄的形象 若嵐,我的車就停在前面 不如我載你吧 我想不太好 我坐車頭,你坐車尾 那就不怕別人說閒話了 接下來的船旗,你記得跟緊一點 是嗎?因為有個朋友 給我找一些很貴重的貨物去香港 放心吧,爸爸 全期一確實,我會通知你 是嗎? 任碧陽,剛才你去哪裡?和誰在一起 我不是跟你說了 我約了客人有事要談嗎? 你說謊 剛才你去了喜相逢 和你的小師妹在一起 你跟蹤我嗎? 是又怎樣?如果你沒了我虧心事 你怎麼會怕別人跟蹤你 現在還要說謊 你在胡說什麼? 別在說 你和你的小師妹在喜相門裡依陪 你知不知道我在門口等了你多久 你在兒子面前胡說二十四幹什麼? 我和小師妹只是好朋友的罪疚 哪有人說得這麼差勁 對了,媽媽,會不會有一場誤會? 我沒有誤會 孤男寡女倆共住一室這樣叫罪疚嗎? 孤男倆,你倆舊情福祉吧?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不講道理 什麼時候? 你問問你自己的心 什麼時候去小師妹還好嗎? 你瘋了嗎?我不想跟你找家賣 你回去吧 你說我瘋了 我真的很想像你的小師妹那樣瘋了 至少這樣你會對我好一點 媽媽 媽媽,媽,你幹什麼? 剛才你聽不到你爸爸跟我說什麼嗎? 媽,你冷靜點才不要那麼衝動 爸爸剛才他的語氣比較重 我怎麼冷靜?天天 我和他這麼多年 他沒試過這樣跟我說話 他現在還要在你面前罵我 我不收拾東西走 難道你讓他趕我才走嗎? 爸爸,他怎麼會這樣做? 爸爸,媽媽會不會是你一場誤會? 我沒有誤會,天天 那個女兒是有計劃的 她經常借頭借腦叫你爸爸去教他煮東西 然後勾引你爸爸 但是南姨又不像會做這種事 她是狐狸精 她有什麼手段不懂得耍 就算不是她 她有幾天有人教她 媽媽,你是說馬永禎? 天天天,現在她兩個人欺負我一個 我一定不夠她來鬥,怎麼算好?天天 媽,你放心,你還有我嘛 我一定不會被那個壞人拆散我們投家 媽,你不要不傷心 馬永禎 你遲到嗎? 我會約在這裡見面 怎麼樣?找我什麼事? 常常簽,很簽 我想你幫我查一個人的下落 什麼人? 她姓童,叫童大貴,四十歲左右 二十年前在老王爺府打工 是落藥案裡最關鍵的人物 沒問題,有消息聯絡你 老公仔,清晰嗎? 有什麼茶?寶寧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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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認錯人了,我們沒見過面 你不是親人忘記了吧? 雖然那天你穿著一條西裙 但是你的樣子我真的記得一清二楚 那天你老公說你對他走得很水泡 所以買了我的單車,我一定沒有記錯 要你叫你老公出來,那就一清二楚 哥哥,我猜你真的搞錯了 我老闆去了買客戴,買了很久了 我老公死了很久了,你別說這些話 你坐下… 坐下… 喝什麼茶? 你喝什麼? 早安 歡迎我,也不用一個人站在那裡 你老公哪有去賣鹹蜜蛋呢? 家綿整個生蚵蜂這樣動了 你認錯人嗎?他不是我老公 一個人就認錯,沒理由兩個人都認錯 你們兩個生得這麼有夫妻相 發了一杯我也認得了 哥哥,我們兩個哪不像夫妻 你要光顧就趕快坐在那裡光顧 別站在那裡光顧震 我明白了 你們兩個在那裡耍花槍 我明白的,不妨礙你哄你老婆 我下次再來光顧,再見… 雙春,為什麼你這位哥哥 一口咬定你們兩個是夫妻呢? 你認錯人嘛 不得了…不得了…雙春 穎晶 我找到一個二十四個月 二十四個月 喜安南衰女,口谷水蜜陽 你看看 瑤串五色炒飯,二十四橋名月夜 全部都是喜相逢的菜式 不僅,連我們新出的滋捕湯水 他們也有賣 誰知道,價錢平成半分 說到我們吉慶樓出品的菜式 真是認了第二,誰敢認第一 那倒是,我們鎮上任何酒席 都是找吉慶樓搞定的 讓我告訴你,吉慶樓在這裡 是民心所向,眾望所歸 李老闆,你千萬不要聽他們胡說 吉慶樓這麼多人,全都是假象 他們的菜單分明是參加我們喜相逢 還要以本商人,監平監賤來搶生意 你們可以去我們喜相逢 翻查我們的帳簿 看看有多少人在我們那裡擺酒 三叔,有本事就公平競爭 來個廚藝比試吧 你跟我說贏,我現在不是吉慶樓老闆 你被人踢爆了不認自己是老闆 想不到吉慶樓的老闆是縮頭烏龜 誰說我是縮頭烏龜 任公子來得正好 李老闆,我來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我吉慶樓的大股東 任飛揚的公子,任勝天 李老闆,你好 你好,有件事我想澄清一下 我們之所以把我們的食物價錢調低 以及參考其他酒家的菜單 來新增菜式 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以客為先 為了服務鎮上的居民 這種絕對不是惡性競爭 對… 再說,我們之所以生意這麼好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食物質素 非常好 如果食物質素不好的話 就算價錢再便宜,款式再多 相信也沒人幫顧我吧? 對… 對… 我們先試一下清楚 來… 對… 程天,你要針對我就好 幹嘛要拖起相逢下水 我不是很明白你說什麼 做生意的事 哪有分針對不針對 不過這樣,如果可以見著你折舵 我想我也挺心良 你說話要不要這麼過分,任勝天 過分得過你? 不守輔導,淪為鎮上之恥 我是你說話就小心點 要不然只會被人趕你多一次出狗狗鎮 我真金不怕哄勞伯 昇天,我畢竟是你長輩 我夠資格主持公道 這裡這麼多人 最沒資格說我那個就是你 為了做生意你可以搶人老公 破壞人家庭幸福 你配不配做人長輩? 不是,你知不知道醜嗎? 昇天,你是不是瘋了? 這樣跟男兒說話? 還有你,別在我面前裝作 你是一個老千 看看,一個老千加一個淫婦 還有一隻狐狸精 李老闆 你不是真的打算找這種人 來代表我們搞搞鎮 參加省港澳廚藝比試嗎? 看來我真的要考慮清楚才行 當然 真是激氣 主辦權無緣無故被吉慶樓也有 我還想到時候在大家面前大顯身手 不要緊,這次做不到而已 還有機會,不要灰心 沒了參賽資格就少了 現在搞得這盤生意好像一池死水 真不知道怎麼辦 有什麼怎麼辦? 我們又不是沒熬過 最多就從來來過 禎哥,你又說你和任家庭的大少爺是老朋友 為什麼他突然又要反對你? 這個時候也不是追究原因的時候 不如大家一起想想辦法 怎麼可以令生意好轉 不如我找師父幫忙 叫他主持公道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為什麼? 還要問嗎? 任老闆一向都站在我們喜相逢這邊 現在的兒子跑到街慶樓入股 你可不是跟他爸爸作對嗎? 你們別說人了,快做事 烏鷹也沒有人做什麼 永禎,你去哪裡? 你打算去找聖千嗎? 我一定要跟他說清楚 我不可以讓他一錯再錯 你跟他說什麼? 告訴他你就是跟他 失散了二十年的兄弟 他又是一個殺死人的父親嗎? 你不是打算弄清楚這件事 才告訴他嗎? 他怎麼針對我、踩我都無所謂 我不可以讓他連累起相伏 但你沒想過,如果他知道了 你原來是早知道他是你的親兄弟 但你為了討好任飛揚 不但拆散他和金鳳 還要當眾揭穿金鳳是交際花這件事 他豈不是只會更討厭你? 你就是他,你看 你看,你看 什麼?什麼事? 成天 你發什麼爛爪?我們說過事實而已 黃金鳳是交際花,人盡可夫 是你這個傻子拿著爛燈 只會以為自己撿到一個 就是裝人家救淫賤了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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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打我了 你沒事吧? 你怎麼打人? 你想不想我去報風安? 你真厲害,我們不打女人 走 你怎麼樣? 明朗,你怎麼樣? 我不用你這麼好心 你在我面前 極其量也是一隻 這隻會踩鞋的,是蝦巴狗 我面前,聲聲作泰 怎麼樣?剛才沒有被人打傷 有沒有覺得哪裡痛? 我也很想覺得痛 原來心痛的時候 其他的傷痛都不會覺得痛 其實勝天他還年輕 又不知道整件事的真相 所以才這樣對你 我不怪自己還可以怪誰 當年由我爹被人殺頭那天開始 在這個世界上 就只得我弟弟一個親人 我曾經指著有天發誓 我一定要好好照顧他 我不可以讓他學壞 但誰知道… 你不要這樣 我只剩下弟弟這個親人 我做這個哥哥的 都沒有好好付過這個責任 我以後落到下面 我還哪有面目見我死鬼爹 你當時只有十歲 你還被拐子錄足了自身難保 你爹不會怪你的 你這麼多年來 我都沒有盡過做哥哥的責任 我自己還是其身不正 現在難得可以見他 我又不可以跟他相認 我不怪我自己,我還可以怪誰 就算命運是在龍你 你更不能向命運低頭 你想辦法克服他 我不是不認命 我是自己知道自己有什麼事 我除了偷偷拐騙 我還可以做什麼 我做的事全部都是類人類物 就連愛自己心愛的人 我都不可以給他幸福 我真的不死也沒用 那永禎,你聽著 你是一個有勇氣、勇敢的男人 不要再在這裡說一些負氣的話 從小到大 你遇過不少風浪 受過不少挫折 你都一樣可以站起來,捱得高 這次也不為我 勝天他早晚會知道你是他的好哥哥 你一定要站起來,不能放棄 我可以站起來又如何 我早晚還是中叛親你,孤獨中老 不會的,你不會中叛親你,不會孤獨中老 你還有我,我永遠都在你身邊支持你 雙春 雙春 你說,你為何無端端買了吉慶樓 你還要耍手段唱慶相符的參賽卷 爸爸,你這麼生氣幹什麼? 你叫我生性嘛 我就打算得起心肝 創一番事業出來給你看 是呀,兒子現在這麼有心思去做生意 你這麼生氣幹什麼? 他會突然對這種生意有興趣? 你這麼說得挺好笑的,飛揚 天天是你的兒子,他當然像你 你也經常跑去喜相逢教人家什麼廚藝 他受你感染,投資酒樓做生意 我不覺得他這次有什麼錯 對了,爸爸 阿蘭,你到底是怕我搞不定 還是怕別人搞不定? 你…我告訴你 你要做就做得很好看 你又要我倒閉 一定 還有你,我希望你不要再得寸進尺 是呀 究竟現在是誰得寸進尺飛揚 你吵我那時候說我愛我一生一世 現在呢? 是呀 你不用發這麼大脾氣嗎? 我心情不好,別來煩我,回去吧 幹嘛這麼生氣?人家也是關心你 你不是很討厭我嗎? 斯文對著自己第一個男人 有哪個女人會生氣 你說東西放花在圓位 這樣會不會舒服一點呢? 好 你進來,有什麼想跟我說? 我想告訴你 馬永禎曾經來找我 他找你幹什麼? 他叫我替他查一個 叫童大貴做一個前清太監的人 他說這個童大貴 曾經在京城老王爺府打工 馬永禎相信這個童大貴 和他爹的案件有關 那你還查到什麼? 那就去看看你想我說多少 給馬永禎知道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想你應該知道 汪若嵐曾經和馬安山在一起 現在她又是馬永禎的乾媽 她對這件事一定很有興趣 如果讓她知道 當年落藥,害死老王爺的 不是她大師兄馬安山 而是另有其人的話 你以為她會怎麼樣? 為何要我這麼說 怎麼會呢? 我只是想開開心心地跟你在一起 我可以什麼都不要 這個要求也不是很高,好嗎? 雙春 永禎 雙春 九妹在這裡?早安 禎哥,過來 幹什麼? 童大貴犯了你 真的? 是 那我們現在怎麼樣? 你行不行?走 你等我一會兒 九妹,若嵐回來 你替我跟她說一聲 我有重要事要出去,謝謝你 走吧 走,九妹 真想不到我一回都來搞搞震 又會這麼巧,在外面遇到老闆娘來 那就證明我們有緣了 喝杯 誰? 是誰? 你幹嘛抱著我? 你們幹什麼? 快點放開我 不想死,我閉嘴吧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我們是任飛揚派 因為你知道他的秘密太多 是他叫我們來殺人滅口 我什麼都不知道,你們不要殺我 大哥,為何處置他倆呢? 男的一刀痛掛他,扔他去鹹水海 這個女的,賣他去老鞠債吧 不要,我不想去老鞠債 任飛揚給你們多少錢? 我可以出你一倍 你放過我們,好嗎? 你們好,停手 你是什麼人?有膽子做嫁嗎? 老鞠債說這麼多幹什麼? 動他 我不會怕你們 多點來拖手,放馬過來 臭小子,挺好伸手的 兄弟,散開你 好,走慢一點,我頭也扭開你 老闆娘,你沒事吧? 那些壞人我打走了 我沒事,先解開同老闆吧 靖哥,幸好你剛才說到 要不然我真的死了也不知道什麼事 什麼話? 對了,任飛揚為何跟你有這麼大仇口 要買空來殺你呢? 這個任飛揚 他一定是怕我把他二十年前 落油弄死老王爺的一件事 洩露出去,所以想買斷殺人 真的有這種事?實情是怎樣的? 是這樣的 當年他妒忌他師父把他女兒嫁給師弟 於是他口儲他師弟在老王爺府 參與傳藝比試的時候 給錢叫我把這射藥 放在他師弟的佛跳場裡 他在哪兒?打算靠害他師弟 誰知道老王爺連老體藥 竟然一窩狂鬼死了 豈有此理 你當年知道這件事的真相 你為什麼不說出來 爸爸要我爹做了替死鬼? 你爹,那你是… 你冷靜點吧 不怕老實跟你說 他就是當年做了替死鬼 被人抓去斬頭那個馬安山的兒子 我早就知道任飛揚對你不利 所以我暗中保護你 如果你有良知的話 立刻向我報公安 將那個混蛋乘之於發 雙春,你先回去喜相逢 等我和他去散城就可以了 不要,我和你們一起去 你耍時間哪兒能走開 放心,我不會有事的 是呀,任飛揚竟然找人殺我 我一定會和禎光合作 將他所有的事物都爆出來 事成之後,我一定會重重有上 我想的 禎哥,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好吧,我回去等你好消息 不行…我的肚子很痛 你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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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抓我嗎?很難 去找吧 幸好我剛好有事找你 要不是被你出賣了也不知道 誰叫你派人殺我滅口的 我什麼時候派人殺你滅口 我不管是真的還是假 總之現在有人對你當年所做的事 有興趣,我卻賣得好價錢 那就行了,你真是貪得無厭 我已經幫你走私國寶了 你還想怎麼樣? 這件事我只不過是幫我大哥扯線 分了個雞碎這麼多 怎麼能夠我攤大手掌 問任老闆你拿這麼痛快? 你這麼笨? 什麼?真的想殺人滅口嗎? 你以為要掣日子嗎? 你要殺的就殺吧 不過任老闆 我就爛命一條 你就不一樣 畢竟是貿易行的大老闆 你殺了我 你辛辛苦苦經營的所有事 包括你的家、事、事 什麼都沒有了 你竟然偷襲我? 救命呀,老闆快 我又死有水 留下 我不會留不住,是你自己拿來的 要乖乖快點自己 留下 加油 就是相悲 塵托欢喜 就是酸苦劫 亦要细微 就是分空 叫我响起 路上有你